大家好,我是Jasmine,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2015年第57届葛来,美奖的入围名单目前已经公布 英国的男歌手Sam Smith总共入围了六项大奖 其中包含了年度专辑、唱片、歌曲、新人、最佳流行专辑以及最佳流行歌手等 全部都是主要的大奖,可以说是今年入围者当中的最大赢家 而22岁的Sam Smith其实在今年初次提升发行了首张专辑In the Lonely Hour 当时就已经红遍了英美两地 而他的单曲Stay With Me光在美国就已经卖出了超过300万张的惊人成绩 更获颁今年全美音乐奖游行摇滚类最受欢迎的男艺人大奖 而他雌性的嗓音也深受歌迷的喜爱 另外刚获得告示牌杂志封为年度女性的小天后Tyler Swift 以Shake It Up获得了年度歌曲、唱片、最佳流行歌手等三项提名 而新专辑1989呢在全球已经卖破了430万张 可以说是叫好又叫做 而另外澳洲饶蛇女将Iggy Azalea则获得了年度唱片、新人、最佳流行团体集合唱 以及最佳饶蛇专辑等四项提名 其中呢最佳饶蛇专辑又刚好与阿姆短兵相接 最后到底由谁胜出大家都很好奇 第57届的葛兰美颁奖典礼将会在美国当地时间2015年的2月7日 在洛杉矶的Stapolis Center举行 到时候呢就能够知道到底讲落谁家 下一则新闻带大家看到的就是好莱坞的巨星阿诺史瓦辛格 在影史上最经典的代表作 就是从未来回到现代的魔鬼终结者 而他在片中的经典台词I will be back 也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故事描述2029年的未来世界 在与超级电脑的战争中 人类的反抗者顽强抵抗 而领袖约翰康纳则派了战士回到了1984年 为了保护他的母亲沙拉康纳 而沙拉康纳9岁时呢意外的变成了孤儿 而被阿诺所扮演的T-800防卫型终结者收养 长大之后呢成了擅长枪械 却不擅长与人沟通的人类 而整个演员的阵容包含了阿诺史瓦辛格 艾米丽·克拉克 杰森·克拉克 何里秉献等人 整部影片呢是在美国的纽奥良拍摄 也预定在明年上映 目前呢首支预告片已经曝光 而阿诺史瓦辛格的经典台词 I will be back 也唤起了喜爱魔鬼终结者系列粉丝的记忆 也是因为这句话呢 阿诺付出了承诺 决定将最新系列电影介绍给年轻一代的观众 而这样大场面大制作及创新的特效 也预料会再次掀起魔鬼终结者的旋风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 谢谢大家收看